你心中的家園 是什么样子 我想要跑出门叫很大一 还要一起玩 我们到底要留下 什么样的环境给下一代 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乡 发生什么事完全不了解 要有所忠又有所养 有所用 真的有这么理想的生活方式吗 我希望从小跟我玩到大的 这一群我曾经看过的人 都不会在于 为什么样的原因而离开这 过去三十年 台湾经济高速成长 现代化与城市发展 把滋养一代人的家乡 留在身后 什么是家园呢 生活在都市水泥丛林中 理人为美 仿佛只是想象 于是有一群人 他们是青年 是新著名 是学校社团 是社区组织 也可能仅是无名的小小个人 他们对于理想家园 怀抱愿景 透过文师保存 生态保育 空间再造 多元族群 地方产业 灾区重建等等 从一个人发展成一群人 从一群人 连结出一个社区 再从一个社区 开枝散叶 共同形塑 家园的新貌 单纯地相信 这些人的小我 终将成就一个 更美好的大我 2004年 社区一家启动 属于我们的理想家园 正在成形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写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из 《薔牛仿 vector 》 《薔牛仿 vector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年车 过去年车 这些是我学到的 我跟他们一样 我是最大的 所以说我做三个一个 两个要看 我当时也是 摇摇 晚上 吃了没饭 要睡那时候 学习我爱吃 多吃啥 切切的行李 做阿姬就没法做 算说的 老婆洗就对了 阿姨媽他只讀過國小一年級 他們有故事畫面可是他們不會畫出來 所以我們會先把它做一個構圖 然後在構圖引導出來構圖的過程中 他就會想到這個東西 然後就會想到某一首歌 然後就突然在課堂上就直接唱一集歌 聽到的時候我們其實很震驚 雖然有時候聽不懂日語 可是就是他被那種熟悉的程度 就是印在課堂詞裡的 連他的歌詞他都背了起來 聽完說他這個經歷可能十歲以下的 時間是經歷日本文化 可是對他來說是不懂的 珍惜了一段回憶 我也希望就把它變成課程 在今年度大概會帶長者去玩這個 然後到最後的期待 我也希望長者可以談到他的期待是什麼 那未來這個班級繼續經營的人 可不可以帶給長者 因為每個人都講出他的期待 有沒有一些小期待可以幫他完成呢 有沒有一些大期待可以改變那個認知 我們那時候就是在想 我們要讓人家重新認識我們東部 認識我們花蓮 第一個是我們怎麼樣把這些故事 它好好的保存下來 第二個是這些貼布畫 它的保存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它是布料 它很容易發霉 第三個事情是 我們要怎麼樣讓這些故事給人家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去到大阪 報名了這樣的一個日本的展覽 整個會場23個評審 他覺得我們的東西 粗糙然後也不用心 因為長輩們在做的嘛 甚至看起來很廉價 可是當他了解裡面的故事以後 他覺得這才是他真的想要看到的藝術品 所以當下聽到就真的覺得滿感動的 然後也希望能夠讓阿公阿媽媽的故事重新被看見 讓東部的歷史能夠透過這些長輩們的故事 是去補齊到大家的視野裡面去的 以前我們是做小孩 我們就來這裡 算公我八歲在富凡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的鳳田 以前就出這個藝術 我們六爺就說買賣 一歷房子差不多二、三十間圓 我們算公秀秀大 還沒去這間廟 大廟 大廚 做的最多主要就像這個 旁邊你貓、旁邊你貓 我叫了 我們這裡有貓 我也貓金 算是打底就對了 不是這樣切下去 好有怕你們這塊 就不貓了 你就不想去挑 因為你們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我說 我們鳳田的鳳田奴獄就是這個 衣服的手都會來 這讓人家有 要拿厲害 還會拿 這樣咬著 這手就不動 要拿著 要拿著 家裡那時候 我們的生活就拿來做 我參加牛黎這個社区 已經十幾年了 白紙公 出名 我就可以開涼 之後就沒有資料做了 顧身體用就好了 不要讓孩子吵架 剛剛說這個可以 對他們做一種釋放 他們可以進行生命的童真 忘記以前的一些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重新來過 或者慕相處 然後你可以看見彼此不一樣 然後你知道怎麼去對待它 大家第一個認為 這個工作就是幫助別人 可是你會發現說 這個工作啊 你可能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說 你當初為什麼要來 因為我們這工作真的很多元 可能最後會顛覆你的想像 這個協會一開始就是報的 然後有所忠又有所養 狀有所用 這樣的厭景跟價值在做 所以我就要建構一個叫做 它不用煩惱的社區 來扭離工作 千萬不要以要賺錢為目的 要當作來學習 但是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 那我們在做中學滾動中修正 然後長成一個專業 還有一個以人為本的價值 要放在心上 將來的這些資本是別人搶不走的 也帶不走的 我們是在地的一個藝文空間 叫深埔藝站 去年藝人慶惠那時候 長者貼不怕的系統 其實有進到不同的社區 能夠在這個社區生存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就長在社區 他也是被這個土地餵養的 然後這裡的群眾 需要的一個空間 我們其實也在學習 被社區敞開我們自己 以愛為出發點 那我們怎麼樣用藝術的形式 關懷我們身邊周遭的人 可是我跟他們說五月有讚 對所以五月這個時間都沒有問題 只是在這邊這一段期間會跨到 五月十一是母親節那一個週末嗎 現在有幾個阿公阿嬤準備上場 可以拍五六個 可以拍五六個 這麼多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跟你們合作 你們想知道就以往你們在做活動宣傳的時候 然後會需要什麼東西 就是說不只他們可以聽到故事 他們也可以做自己的故事 我們在裡面我們最大的工作 是要培訓長輩們能夠去講故事 這一點是比較困難的 要對一個陌生人講的故事 一個八九十歲的阿嬤們來講 他需要有一段時間的培訓跟練習 就是第一個是面對人群 他們不會感到害怕 第二個是他們能夠清楚的知道我要講什麼 這方面還要跟阿嬤們好好的溝通跟聊天 你總共有聲音嗎 你慢慢說就好 你平常是聽到這樣說 順其自然說就好 說台語還是說口語 都可以吧 說台語也可以 這個可以嗎 吃的東西只能撿地瓜野菜來吃 這你自己寫的對不對 也不錯耶 沒有了 沒有了 可以啦 就是平常心講就好了 所以阿就是這個阿 對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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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大家 大家好 我是陳阿玉 今年八十五歲 謝謝 謝謝 感謝 我也是怨之女 謝謝 我也是怨之女 是嗎 對 在哪裡 在池南找� 在那這個學生 學生要做老實服 我好像覺得他一直在一樣 所以我看到他們的那個 我就是一見他們的 沒問題 沒有放心 沒有啦 我很高興 他們說 阿嬤今天要三個囉 喔 我就睡不著了 不小心 今天去那裡就不知道做什麼 沒關係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我也是 我是不是不是摸這樣 就是說要摸 要玩啊 不知道有好壞也不知道 沒關係啊 就是我就要在想 是一個長輩 他住在他自己熟悉 然後有朋友的地方 他也是快樂 當然是希望他的身體允許的話 可以一直住在這邊 大學 也在台北實習過 工作過 爸爸剛好在我大一的時候 中風 對 然後剩媽媽一個人能工作 所以那時候家裡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照顧爸爸媽媽 其實我爸媽也沒有特別要求說我要回來 有時候自己還是會想說 如果剛好這邊有機會的話 那在這邊工作當然是最好 踏入這個工作的話 可能熱忱一開始一定會有 可是當熱忱消磨完之後 你就必須要有那份責任感 就是做這份工作 真的是有可能造成一些些的改變 雖然可能不明顯 很多人的觀念就是 事多前少 實際做起來 畢竟還是可以做那麼久嘛 對不對 那就 試著繼續做下去就好了 對啊 態度才會改變 因為我的阿嬤是有點私自的 以前我的個性就是真的就是不理他 阿嬤來我就打個招呼 可能就進去房間裡了 現在我其實會好好的陪阿嬤聊聊天 這個村子可能會不見 這個村子可能會消亡 但其實我覺得 就道理很簡單 我都覺得在這邊生活 研究做著這個村子裡面 下一代該做的事情 對我來講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我們協會有一個宴景跟價值 你就會看到不管腦中心 都會有所用這件事 所以我們還是放在那個賠利這件事情 其實回歸到一個最大的道理 就是我們如何互助自主的一個可能性 不是大家拿錢來幫助這個社區 讓他們可以幹嘛 你一直攔在身上把問題沒有 讓他們真的成長上去 如果有一天牛里不需要存在的話 那表示很多事情都在這邊 已經形成互助體系了 那才是一個真正的社區營造的一個精神 嫁給我老公跟我自己的人力 其實我們是沒辦法大悟大跪的 所以我只有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是不是要讓孩子覺得 我是好爸爸好媽媽這樣 那如果我要讓孩子覺得我是個好媽媽的話 那我就不要讓他覺得我是個負擔 沒辦法自我照顧自己的狀態之下 那就用社區營造的概念 老人可以上課啦送餐啦 做這些事只要我們大家使一點力 那這個連結系統就起來這樣 阿嬤要去撒我 大家要撒我 以前做的 以前做的 現在來 現在也不常做 對我來說 我54歲 兩年後開大 大跌後 我兩支手都開大 去北京 說歐洲行的法 近年以來 身體就坐車不太方便 所以就比較大 叫一年了 剛才一年就了 年輕人 在家裡啦 這樣啦 阿嬤 你要保重身體 平常不要只看電視 或要出去走一走 要參加活動 讓自己重新再活一次的那種感覺 這樣比較快樂 這個工作我只要我喜歡 然後我可以堅持住 讓大家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覺得加油 畢竟這個地方是自己的家 自己的搜尋 居然決定去做 就要相信自己去 自己的確定 我想就希望 從小跟我玩到大的 這一群我曾經看過的人 都不會再因為 什麼樣的原因而離開這 想要很OK 放心休息了吧 因為現在那麼多年輕人回來 你怎麼看待你這個意思啊 會覺得我會活到一百歲啊 所以我覺得還有很多事要 自己這麼覺得啦 會不會很辛苦 不會 會啦 哪有不會 但是 你到這種年紀你會知道 每一個行業都辛苦 不是因為你做公寓 就特別辛苦 選擇這條路 是讓我四個孩子 在面對任何問題的時候 懂得去取捨 去安排他們的人生 然後我也不用擔心他們跌倒 因為我相信他們會站起來 我們能夠帶他們的作品 去到日本參加了一個長大 然後在日本得到了一個評審獎 我們跟他媽們一樣 就是在農村裡面長大 就是要辦一個展覽 對我們來講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這個展其實是跟 我們能力社區交流協會這邊的合作 然後有這個機會可以把 阿嬤們阿公們 你們做出來的作品裡面的故事 能夠用這個空間這個舞台來做一個呈現 那待會兒還很開心 我們會親自來說故事 我們笑的時候 奔到大戰 生活更辛苦 吃懂東西 熱難 見到地瓜 也在來之 裝的衣服 潑潑爛爛爛的 潑的 又潑的 還是要裝的 就像雞蛋一樣 十三年代我會搖到生日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我是太大 那時候我會覺得很辛苦 我現在是想說 不可以去外面 會有的事情 我就這樣想 所以我現在是來這裡 我現在讓你們聽到這個 說不可以 我是太高興 阿嬤我們來做秋冠 因為我阿嬤在做 就要過三遍的秋冠 我也要三遍的秋冠 所以做得好 一天有待會兒來找找 有漂亮的 就有一些比較一樣 去拿回來 那不一定說可以 他拿出來像做風景 這種一定不可以 就要這樣 看得到幾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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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你給我鼓鼓鼓鼓鼓 哈哈 阿嬤你小愛心 好 來 3 2 1 拜拜 1 2 2 3 3 3 4 3 4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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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